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症状表现一些推拿的治疗方法 膝关节骨性关节银 为什么叫骨性关节银 这个我们就有别于我们常说的 叫风湿或内风湿性关节银 这两种关节银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大多数见到的老年人的关节腾 都是叫骨性关节银 真正的风湿和内风湿性的关节银 实际上我们平时见到的并不是很多 那么什么叫骨性关节银 骨性关节银就是说你这个关节 膝关节银它本身的一种蜕变 也叫老年性关节银 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关节面 关节软骨的磨爽 引起的一种 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叫增生性的一些关节银 我们就说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银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我们就怎么知道 我这种关节银呢 就是说是一种骨性 也就是褪泻性褪泻性性的关节银 首先呢就是疼痛 这个疼痛呢 就是疼痛的部位呢 就是在这个膝关节 早期呢 以疼痛为主 这种疼痛呢 而且在休息以后 可能稍微解轻 你久行 就是说长期活动 劳了以后 或者受疼痛以后呢 会加重 再过一段时间 疼痛再加重以后呢 可能会出现关节发僵 就是肌肉呢 感觉发僵僵 再严重了呢 会一些有像 有些关节鸡液 肿胀 再严重到后期呢 会出现这个关节的变形 肌肉的萎缩 像到后期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一些 保守治疗的意义呢 可能就不是很大 可能就需要像我们现在 要是说这个关节置换树啊 等等 但是早期的保养 如果你保养的好呢 它这样的话呢 就会防止你以后的蜕变和加重 你想我们一般拍一些简单的检查 你说拍一个X片呢 会看到什么呢 就是说关节阶析 你说两个骨的这个关节面呢 它中间那个阶析变窄 仿然是这么宽的 你那个蜕变以后呢 可能变得很窄了 再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阶析中 阶析这一块呢 可能会长一些这个骨刺 叫骨质增生 还有呢 就是再严重一点 还有一些像韧带 像韧带骨化 钙化 就是后面的韧带钙化 这东西 就是说明这个老鼠呢 可能会更严重一些 下面呢 我们就介绍一下 关于膝关节的 骨性关节也得一些 推达治疗方法 以及功能锻炼方法 下面呢 我给大家介绍这个膝关节的一些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一些推达手法 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 这个我们治疗的时候 因为这种病呀 一般就是说 急性的疼痛的少 比较少见一些 一般是这种脉性疼痛比较多 我们呢 就是先在这个 第一步呢 先在冰骨 这是冰骨 这个骨头 我们叫玻璃盖 先在这个冰骨的这个上下 内外 这个呢 做一些这个 关节周围呢 做一些肌肉的放松 这个放松的手法呢 因为这个地方呢 它比较巨蟹 它比较巨蟹 所以呢 以拿柔为主 尤其是这一块肌肉 这一块肌肉 好多病呀 就是说 好多其实这个膝关节呢 这个病呢 我们叫筋和骨 它虽然是一个骨性关节 骨头的一种老化 实际上呢 还是和我们这个肌肉 和周围的这个肌界韧带是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骨头的老化 说明这个平时这个肌肉用动的少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块这个 就是股市头肌下面的 这个两个头呢 要加强 给它放松 拿捏或拿揉 这样 上面拿捏这个两三分钟 然后下面 下面这块呢 主要是冰扔带 这个冰骨下面中间呢 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韧带 一个韧带 叫冰韧带 重点呢 弹拨这个韧带 这个弹拨的话呢 就是用拇指 拇指的长指关节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冰韧带上 然后呢 左右的弹拨 弹拨一分钟左右 也就可以 弹拨呢 它要求一定就是从 这个 这个 先给它一定的这个 就像在这个韧带的 这一侧呢 先压住的 压住以后呢 冲一侧 这样 就像这个 弹钢琴一样 弹到另一侧 这样 做一个 一定要感觉这个手底下呢 就是有一个肌肉的 拱动感 这样 拱一下 拱一下 然后再翻手 这样两个手交替的 就不同的方向的 做一下弹拨 上下弹拨完了以后 左右 内侧和外侧 这个内侧和外侧呢 其实这两块呢 它肌肉比较薄弱一些 比较薄弱 主要是内外侧韧带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以柔尾 做一些轻轻的柔 尤其是在一些痛点 因为这个膝关节 骨性关节 那个疼痛的部位呢 大部分柔呢 是在这个内侧这一块 外侧的比较少见 大部分集中在内侧 所以说内侧呢 你重点的柔 重点的柔一下 你像柔到这个地方呢 明显都感觉到下面 有一些小的条索 可以再做一些 轻轻的一些弹拨 做一些轻轻的弹拨在周围 外侧也是 外侧呢 在这一条 这一条肌肉 这一条肌尖 这个地方也有一些小的条索 你碰到这种小的条索呢 就可以做一些轻轻的一些弹拨 然后呢 做一些柔 总共呢 在这周围呢 放松上三到五分钟 是吧 然后呢 在这个两侧呢 再做做擦法 这个擦呢 就是要求这个掌面 这两个掌面 放在这个 它这个关节的两侧 然后呢 擦呢 就是要求快速 摩擦 这么叫摩擦升热嘛 所以说这个速度要快一点 擦的感觉热了以后呢 放在这儿 放置三到五秒钟 就让这个热量呢 它有一个渗透 然后放一下 再来回擦三到五次 擦到三到五次就可以了 第二步呢 在器官节周围放松以后呢 第二步我们把这个穴位 膝关节周围的穴位呢 给它叠一点 通通经络 手通一下经络 主要常见的一些穴位 像穴海和梁秋 这个穴海和梁秋呢 是在膝关节的 一个在内侧 一个在外侧 这两个对称的 那么这两个穴位怎么走呢 好 这样放起来 然后呢 用你的手掌 掌心放在这个膝关节的 膝关节上面 这个掌心放在膝关节上以后呢 这两个手自然伸开 这个拇指和其他四指自然伸开 伸开以后 放下来 自然放下来的这个位置呢 外侧的这个就是梁秋 内侧的这个呢 内侧中指的这个地方 就是什么 血海 就是这两个位置上 这两个位置 这两个位置呢 好 你放下 这样这个取血呢 它是一个解义取血法 我们书上说呢 是在这个 这个冰骨 冰骨的冰底的内侧 上两冲 差不多基本上是两冲的位置上 一个在内侧 一个在外侧 就是说你平时像家里边自己取血呢 就这样取就行 这个掌心往膝盖上一放 然后中指和拇指 自然伸开卡住的这两个地方 就行 你点血的话也是 你这样 你这样 找接了以后 给它点 点按 这个点血呢 一般要求在一分钟以上 你给它力量由轻道上压下去以后呢 在一分钟以上 这两个点完以后呢 可以再点两个吸盐 吸盐呢 也是 你看 这个吸关节去回来以后 区区吸关节 去回来以后 这个冰银带的两侧 这块有两个窝 有两个窝 叫吸盐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叫吸关节的眼睛 吸关节的眼睛 这两个偶线 这两个地方也是 你掐住了以后 可以轻轻地给它点按 这个点血的要求 和上面的要求一样 至少也是在一分钟以上 点按 好 点完以后 这两个学位呢 点完了以后 还有 还有一个学位 阴灵权 阴灵权和阳灵权 这个阴灵权呢 你看这是筋骨 这是筋骨 送着这个筋骨的内侧 送着这个筋骨头 这叫筋骨 送着这个筋骨的内侧 走 这个窝 走到这块呢 它有拐弯了 有个窝 这个窝呢 就是阴灵权 这个窝就是阴灵权 那么阳灵权 阴灵权呢 它是在内侧 阴嘛 它是输阴 有阴灵权在内侧 那么阳灵权呢 和它相对的 它是在外侧 外侧在哪块呢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这个小 这个骨头鼓起来了 这叫飞骨小头 这叫飞骨小头 飞骨小头的 茄下方一冲 在这个位置 是茄下方 不是正下方 茄下方 在45度下方的一冲处 这个一冲的也就 你这样一截就可以了 一冲处 你摸一下 这个飞骨小头 送着前面45度 斜下了以后 有这么一个窝 这叫阳灵权 阳灵权 这两个位置 这两个穴位 也是一个内侧 一个外侧 这样给它叠 叠一分钟左右 这也可以反复做个 两到三次 这六个穴位 这个呢 就是我们治疗膝关节 常用的六个穴位 这个点穴 把这个肌肉放松 穴位点完 疏通了以后 疏通了以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局部的 叫推 推脊吸眼 就是我们刚才两个的 这个地方 这个血位 这个推脊 这个手法怎么做呢 你想两个手掌 这个四个指头呢 放在这个后面 裹裹后面 两个拇指呢 放在这个吸眼 这个位置上 放在吸眼位置上 然后呢 做一个 你看 这两个手指呢 给它一个 既又推 又有脊 推是什么呢 往上推 给它一个往上 往里 往里 往上推的一个力量 推 推完了以后呢 还有一个挤 这个挤怎么挤呢 就是说这两个手呢 往中间 就向心性的推挤 就是向着心脏的方向 往里 往中间 往中间 推完了以后 一挤 推挤 这叫推挤 吸眼 就这两个血位 先给它一定的压力 一推 然后挤 然后呢 再往外一转 松 然后再推 再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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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这个叫推挤 这个手法呢 因为啥 在这个膝关节的病人呢 就是大部分的病变 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里 这两个地方 尤其是这个地方 疼痛的80%以上的人呢 可能疼痛是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我们平时像这个 你平时保护也好 或者是像贴膏药啦 或者带护膝啦 重点是加强这一块 加强这一块 尤其是膝关节的 这两个眼睛 叫双膝眼 这叫内膝眼 这叫外膝眼 这两个血位 最容易受风 受凉的地方 所以说你平时保膝关节 保外不好的人呢 一定要保护好这一块 这两个地方 这样推挤呢 我们反复做个 四到十五次左右 这样 做完这个手法以后呢 然后再针对冰骨 针对冰骨 就这块骨头呢 再做一些手法 这个冰骨呢 第一个呢 先给它 叫环柔 环柔 给它轻轻地拖一下 用你的掌 这个手掌 掌心 放在这块呢 这样做一个 环形的柔动 也就磨 因为我平时像 膝关节不好的朋友呢 你这样这个 这个关节 它自己这样活动的时候 活动的时候呢 它就能听到 里面有些摩擦音 它会叉叉地响 实际上我们就是说 里面就是什么呢 就缺油了 这个关节枪里面 它这个润化液少了 所以这样 跟它反复的这个 揉呢 它能够刺激 可能刺激这个滑液的产生 固定住这个冰骨 做环性的揉动 这个揉完了以后呢 在这个什么 左右的滑动 你看这个骨头 这样往这边推 然后再往这边推 再往这边推 这样左右 这叫滑动 左右推它 这样环形揉 然后左右推 这个完了以后 因为这个环柔呢 刺激量最轻 这个推完了以后呢 左右这样再滑 最后呢 再给它一个提捏 叫拿 提拿冰骨 好放松点 你放松就行了 提拿呢 就用五个手指头 这样抓住它这个冰骨 这样提拿 就跟想把这个冰骨接下来的那种感觉一样 这个上下 不是这个环柔左右提拿 一共呢 做三到五分钟 一共呢做三到五分钟 就是左右这个 最用点呢 主要是在这个冰骨这一块 冰骨这块周围 这个手法做完以后呢 再做一个这个拔伸和推拉 这个拔伸的这样 先把膝关节呢 区区到九十度 区区到九十度 然后呢 你用这两个手 这样 抱着它 对固定住的 固定住 固定住以后呢 给它一个对抗的切拉 好 你别动 这块放松的 好 给它做一个切拉 好 对抗的切拉 在拉的过程中呢 可以这样 左右的再这样 什么活动活动 这种的 你比如说 里面如果它关节里面 有一些这个肌肉 韧带的这些脚锁啊 或者是这个 就是这个位置的 有一些这个 这个 偏颇的话呢 这个我们通过切拉呢 可以给它 放松 一边切 一边给它 这样左右活动 你放松一点 先对抗切影 先对抗切影 你想 三十秒左右 然后呢 左右 左右这样活动 活动完了以后 然后尽量的曲曲 向这个胸部 向胸部的曲曲 曲曲 然后 慢慢的再放松 伸直 这个一个动作就算完成了 这个动作呢 连续做两到三次 来 再固定 好 起扬 半分钟 这样活动 然后曲曲 然后慢慢的放松 对 就是说你前面这些手法放松了以后 然后呢 再做这个动作 再做这个的 这个完了以后呢 再做这个可以再 点穴 点穴呢 就是我刚才们 这个追尖盘图图里面也有 可以点这个起冲 就这个地方 找接这个 扶骨钩 骨动被波动的地方 然后按压 油清道种 按压一分钟 然后呢 放开 放开 然后呢 反复点两到三次 再放开 这个尽量呢 就是说在点按的过程中呢 让它有热的感觉 让热的感觉呢 往下传 这个点完了以后呢 再点点 这个 有一些像这个 疼疼比较明显的呢 还可以在 就是这个 锅弯这个地方 它有肿胀的感觉 有肿胀的感觉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你翻过来 趴的 在尾中这个地方 就是锅弯 这个地方 锅弯的中点 锅弯的中点 这个地方 再给它叠点尾中 叠完了以后呢 在这个筋呢 再做一个轻轻的弹波 做一个弹波 做一个弹波 这个弹波也是 有摸到这个筋 摸到这个筋 这样最后 这些都手法 做完了以后呢 再在局部呢 做一些 好 你翻过来吧 做完了以后呢 再在这个膝关节呢 做一些轻轻的 放松的 拉揉 然后呢 再做这个活动 这个不用拉了 轻轻的这样 左右适当的 可以调整停转方向 好 好 这样最后呢 就是说这个 做放松 完了就可以了 我们像这个膝关节 骨型关节炎的病人呢 除了我们平时这个 给他就是说在 疼痛啊 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 给他做一些按摩以外 推拿保健以外 平时呢 我们还可以 应该注意一些 这个功能锻炼 那么膝关节的 这种功能锻炼呢 我们一般是要 注重一个原则 就是什么 有不负重的功能锻炼 尽量呢 不要让这个 就像像站着 或者是走啊 这些动作来锻炼它 因为你通过走路 这些来锻炼啊 像这种 关节不好的病人呢 像我们爬山啊 这些是爬楼梯 这些尤其是上下的这种 就是由下往上的 或者由上往下的 这种用动呢 尽量要少做一些 因为这些动作呢 对这个 关节的磨损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这个 膝关节的功能锻炼呢 一般是一个坐 或者是躺 也就是坐位或者卧位 这样呢 来做 下面呢 我给大家就是介绍几种 比较常见的功能锻炼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我们叫仰卧灯车 仰卧灯车法 实际上就是我们就 我们平常说的 叫空灯自行车的一个办法 这个动作怎么来练呢 来 收起来 收起来 然后呢 抬起来 就像你灯自行车一样的 往前灯 对 对 然后灯 收 对 往上往前灯 再收 对 好 就这样灯 就是做一个 空灯自行车 就是模拟灯车的一个动作 这样 好 然后呢 你两个腿 这样交替的 都抬起来以后 对 左 好 右 就像这个 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的这样一个动作 对 这样来亮 这样反复 两个腿交替 就是说30到50次 这样 一天呢 你可以列两到三次 列两次 每次呢 就这样灯30到50下 这是第一个 叫 仰卧灯车 第二个动作呢 叫 负重 抬腿 这个呢 我们可以坐着 坐着 这个 怎么对 就找一个椅子坐着就行 坐在这就可以 坐在这怎么弄呢 你想 好 你先从 先从这个腿来抬 对对对 就上面这块不用动 就从下面往上抬 对 抬平了 对 抬平以后 坚持5到10秒钟 然后放下来 对 然后这边 再坚持5到10秒钟 好 放下来 你看他这个动作呢 他主要就是断裂这块的肌肉了 你再抬 看 这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呢 他基本上就都能断裂到 解持5到10秒钟以后放下 然后抬这个 对 这样交替 这样交替断裂 也是列30到50次 为什么叫负重断裂呢 这个呢 就是说 你像现在这个情况呢 我们还没有给他一定的这个 你别看他呢 这就是说 因为他没什么事 所以他这样抬腿呢 看起来很自如 实际上你平时一些关节不好的人呢 就这个动作 他是不容易能够完成的 当然说 列到一定程度 我们就要给他加一点的重力 加一点的重量 加在哪块呢 就在这一块 就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呢 你看 我给他加一点的阻力 来抬 对 对 或者说呢 你要没有别人帮助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说 用一个沙带 做一个小的沙带 放在这 或者放一个枕头 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就这样来回练 就是给他加一定的重量 主要是断裂这个膝关节 像骨石头鸡 这些内侧外侧夫人带 就是断裂他周围的这种 肌肉和肌肩的力量 好 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呢 我们这样做 来抬腿 抬腿 然后呢 尽量的让这个大腿 贴到他的胸 这一块 贴到胸部 然后呢 用你的两个手 抱着膝关节这块 好 就这样 坚持五到十秒 然后呢 来 放开 这样伸直 再放下来 这个 这一个动作算完成 一个动作算完成 来 右边 这样收回来 贴紧 好 坚持五到十秒钟 好 然后呢 伸直了 放下来 这是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 就这两个动作 左腿和右腿呢 这样呢 交替进行 交替进行 也是呢 你什么时候能做到三十次以上 就是这每一个动作呢 每一侧 能接持到三十次呢 说明你这个 腿部的力量 这个就是比较好的 那么还有一个动作呢 我们叫这个 挤压皮球法 这个呢 你坐着也可以 躺 这样躺着也可以 这个动作的要点是什么呢 这样 两个腿呢 曲曲到三十到六十度左右 曲回来一点 然后呢 中间呢 给它 加一个皮球 加一个皮球 比如说这是一个皮球 夹在 放在这块 然后呢 对 两个脚呢 相对 两个脚相对 这块呢 加一个皮球 加一个皮球 然后呢 你两次用力 往里挤 往里挤 因为这个 在这个手术没有 这个阻力和弹性的 它皮球有弹性 皮球是有弹性的 这样放在这块以后呢 让它慢慢的 直接用力挤住它 挤住它以后呢 就不让 这个要求是什么呢 你不能让这个皮球 就给挤出来 也不能让它什么 掉下去 就挤在这儿不动 维持 五到十秒钟以上 维持十秒钟以上 然后呢 把它放松 放松 然后呢 重新再 再做 因为就一直接持了 好像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这个做不了 你坐上几秒钟以后 五到十秒钟以后 把它休息一下 然后呢 再 再做 这样反复的 这样 做这个动作 这个呢 也是对这个 膝关节 这个局部的肌肉呢 它能起到一个断裂的作用 上面呢 我给大家介绍的 这几个功能断裂方法呢 就说这个呢 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可以选择其中的一到两项 或者是四项 这样坚持不懈的断裂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一天可以断裂 一到两次 如果这个身体状况好的呢 可以断裂两次 身体状况差一点 断裂一次 我们十天呢 为一个疗程 一般情况下 断裂十天 十到 也就是一到两个疗程左右 这个疼痛的症状 那可能就会有所改善 这个断裂呢 主要是为了防止我们以后呢 就是这个 关节疼痛的病人呢 尽量的就是不要复发 起到这样一个预防复发的一个作用